妝容 嗨 大家好 我是蜜亞 好久不見 今天又來韓系盲買開箱了 你現在看到的妝容就是剛剛畫出來 然後我要先說這次的底妝我非常喜歡 然後我甚至會想要下次幫她拍一個 Nature Makeup 就是你每天可以畫的底妝 因為真的很喜歡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第一個我是買One Thing的化妝水 然後我是買魚腥草的 這品牌很新啊 它是很小眾的品牌 然後他們家就是處理系列的化妝水 然後都是植物萃取 然後包裝都是非常的簡單 成分然後 莫術名稱它都會寫在上面 然後這是他們的包裝 另外還有一個特性就是你可以 例如說你買兩到三種不同的成分 然後你可以把它和在一起濕膚 這也是他們家的特點 就是你可以自己調配 依照你自己的膚質 然後化妝水這種東西比較像是 我覺得要長時間看才會看得出那種感覺 這是魚腥草 然後它真的有一點點中藥味 但它那中藥味不是很燉湯燉藥的那種中藥味 它是非常淡的那種藥草的味道 其實還蠻舒服的 好我們一定要把保養品上足了 你再上底妝 底妝才比較不容易會起屑脫皮 或者是很容易脫妝 所以盡量就會在保養程序 一定要把保養做足這樣子 今天是買比亞的靈感清底妝 然後當初是看到蝦皮覺得 它的包裝很漂亮 它就是有三個顏色 然後三個顏色它是不同的包裝顏色 那它色調一樣都是 它一點點紫土色 我這罐是00的顏色 這是用軟管設計的 所以通常這種軟管設計的底妝 它們的底妝都會比較輕薄 就是會比較薄透 所以可以來試試看 這個我還沒有用過 它這種是比較柔霧型的底妝 我有推一塊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去看它收乾的速度 因為它這一罐收乾速度 我覺得它是那種甜毛孔的底妝 所以它是有點柔霧感的 你要它光澤度高的話 可能這一罐還好 可是我覺得它的持久性 可能會比那種亮面的 還要再更高一點點 我們來試在臉上看看 我一樣一面就是先用手 然後一面再用海綿 它沒有什麼味道 我擦得滿薄的 但是還是看得出來有點差異 它遮瑕度效果是好的 但不是那種非常厚重的遮瑕 然後延展度是好的 也是好推的 我試試看用海綿推開 這個還不錯耶 這個有超乎我的預期 而且我覺得夏天來了 這個會蠻適合的 而且我覺得夏天來了 通常冬天我會上到那種亮面的底妝 因為 因為我是乾肌 所以我會需要到很保濕的那種 妝前啊或者是 底妝 然後夏天的話 我T字會容易出油一點點 但我也不喜歡太厚重的底妝的話 這一罐我覺得剛剛好 然後我覺得跟它的名字非常的搭配 它就是 它就是沒有粉感 它就是完全沒有粉感 然後擦一層薄薄的 然後再局部做遮瑕 這其實就是我平常會喜歡的妝感 它很像你自己的肌膚 可是你還是可以看到 就是 例如 點點泛紅的地方 它還是會跑出來 可是其實沒有關係 這種都是可以靠遮瑕去遮 不要一次用底妝遮 然後你可以看到其他地方 它都遮得很漂亮 然後光澤度也還留著一點點 這個你出去說你沒有化妝 可能 我覺得 人家會相信 因為 它保留一點點瑕疵在 然後 這種我會拿來做那種 no makeup makeup 就是現在國外很流行的那種題材 就是非常自然的妝感 但是皮膚的亮度有提升 然後很小的瑕疵跟細紋 它是有幫你填補的 這個底妝我很喜歡 而且我真的上一點點喔 擠在手上超多的 你可以看 我擠超多 我覺得它延展度非常好 擦上去的時候它是有一點點亮面的 可是我覺得它遇到你的皮膚之後 它會有點柔光的那種效果 我覺得非常的自然 它收乾的速度是剛剛好的 它不會到馬上收乾 但是它有時間性的讓你去推它 然後後續我再用海綿去把它推開 它也是推得開的 而且我覺得顏色是漂亮的顏色 通常韓系的底妝 他們很容易會有那種過白 或是帶回 然後我這次拿零零的色號 可是我覺得它的顏色非常漂亮 就是不會到色差太嚴重 鏡頭是這樣子 然後我現場看 它顏色也是漂亮的 因為很長就是鏡頭它會持妝 但是我現在現場看它的顏色 是漂亮的 就是它是帶有一點象牙色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因為這種軟管狀 你要放的時候記得要這樣子放 不然它會一直積在這邊 然後有時候你不注意 你太久沒用 它有可能就是會積在這邊 所以最好就是你要放的時候 你其實要倒著放會比較好 好那我來上一點點遮瑕 這個是已經挺產的 然後它很好用 它就是可以調色 然後質地也是非常的滑 然後我今天遮瑕吃 我只會遮眼下 給你們看好了 我只會遮眼下一點點 然後跟泛紅的地方 然後斑啊 痾痾這種我都不會遮掉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自然 像我上完遮瑕 然後我也上完蜜粉 我遮瑕是剛剛用好萊塢的秘密 然後我蜜粉是用NARS的裸光蜜粉餅 然後我也很喜歡就是你上完蜜粉之後 我會再拿海綿 濕海綿 就是你剛剛拍底妝的 我會再把它拍進去 就是它會更貼 你就不用等到 你要出油之後 當然就是有些人他是需要等 如果是比較容易出油的人 可能就不適合這樣子用 但是這個會比較適合 本身就是乾脊的 然後因為我兩家比較乾 所以我就是會 刷門拍這兩家 它地方就帶過 這款真的會比較適合 喜歡裸透妝感的女生 就例如說你會喜歡 R&K的底妝的人 就會很喜歡 就是比較日系的那種妝感 保留住你自己皮膚的那種質地在 會比較漂亮 我是那時候看小紅書買的 因為大家那時候都推到不行 尤其是這一盤 就是他說很基礎啊 很好用啊 然後它有個亮面 你就會覺得超實用 因為說真的你亮面 只會上在中間的部位 那其他都是霧面 其實可以大輪廓 那一盤沒有另外那一盤那麼殘 但是 另外那一盤有找到 它要怎麼用 我買的是 這兩盤 然後這一盤 可能我眼睛有問題 這盤的這上面兩個顏色 我最後就是把它拿來當腮紅用 所以這兩盤等一下可以全臉一起上 因為這個就是當眼妝 然後這個就是當我的腮紅 你就可以試試看 睫毛膏啊 睫毛膏我是 也是蝦皮看的 然後它主打就是因為Pony有推薦 然後我就 我其實那時候只是要買兩個顏色 但是有一支是要買眉筆嘛 然後那時候就 也是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又按錯了 然後就按到了三支睫毛膏 我想說 好用的話就算了 我們就先來試眼妝吧 好我們第一個顏色 應該用最淺的這一個 然後我必須要說它真的 真的有點飛粉 就算我是這樣沾好了 它下面很容易粉就會掉下來 所以你用完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敲它 或者是你不要在衛生紙上面把它淡掉 先打一個輪廓出來 第一它暈起來 它不是那麼貼合你的肌膚 就是你在暈的過程之中 它不會那麼的貼跟密合 它疊起來暈染的眼影 它不會那麼的均勻 再來我們來上這個顏色 然後我會上在眼尾這一段 我覺得它 我覺得它 我覺得很難上去 就是你可能要沾比較多 然後你才會上得去 但沾多了 你會很怕它會 掉粉 目前是不會掉粉 所以我們會開始恨一起 然後它會很...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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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超難 我又要用水 感 poured 認可 或答應 字幕 是對鏡子畫,我剛剛第一次是對著鏡頭畫 然後剛剛對著鏡子畫的時候 因為會暈的比較快 就是第一個顏色可能就是它暈染的速度要比較快 然後要有一點力,它才會貼上去 就是不能像其他眼影那麼輕易的就會上手 然後其他這兩個顏色用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也是比較難上色這樣子 這一盤我覺得就還好就是沒有像小紅書推的那麼厲害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來試試看這種打亮的顏色 一樣就是上在中段 這邊是上的 然後這邊是還沒有上 可以看 我們會開始抵抗你 甚至於要求我停止鏡頭 我們會開始恨別人 像是初學者 想要買一盤便宜 然後基礎的眼影 這一盤也不適合 因為這一盤其他顏色就是這邊 全部都是霧面 它是正霧面 沒有什麼絲光 或者是絲絨感 沒有 所以這一盤反而對新手來講 它會是一種挑戰 算蠻雷的 因為他們家的口紅其實還蠻好用的 這個我就不懂 不懂 另外 我剛剛有講這個 然後 我們把它當 腮紅 基本上這種顏色的眼妝啊 這個腮紅顏色可能不太適合 但沒關係 就是試試看 我們先用這個顏色 比較淺的 你有看到粉嗎 我這邊看到一堆 然後又一直在黏 再來算 大面積 其實這個顏色當腮紅真的不錯 你如果第一個顏色用在眼皮上的第一個顏色 你可以想它會有多泡嗎 就是真的很泡 好 第一個顏色其實還蠻好看的 我會再疊第二個眼影 去做重點 我算是幫那盤眼影找到它的出路了 淺色鮮大面積的打底 我的刷子沾了那麼多 然後它上在眼睛上 它上在臉上面 就是這麼淡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在眼睛上面會有多 慘嗎 它上腮紅真的是不錯 哈哈 所以如果我買這一盤 然後你上眼睛你很慘烈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它可以放在腮紅上面 是漂亮的 就是反而會有那種日系的那種柔霧感 然後我下巴這一塊比較黑 所以你就可以把魚粉 稍稍的刷上去 看起來這一塊就會涼一點點 就鏟的部分已經過去了吧 其實它們家睫毛膏其實我買來之後 只用過一次然後就再也沒再用了 所以我有點忘記它刷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這是刷出來的 這是原本的 刷出來效果還不錯 然後兩隻眼睛差異 其實還蠻現長的 記得我第一次上的時候 它的顆粒感還蠻明顯的 今天好像還好 好 這睫毛膏 有沒有一定要買我覺得還好 因為說真的睫毛膏厲害的太多了 然後這個我覺得還好 它就是包裝很可愛 黃色的這樣子 下睫毛的話還蠻容易結塊的 但是上睫毛的話它可以塑型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這樣一根一根的 是漂亮的 然後它是翹的 它不會垂 所以這是它的優點 再來就是唇彩 我現在像二號的顏色 它是比較淺的裸橘色 這顏色是比較偏裸橘色 它是韓系的柔霧感 就是你明起來它會很綿密的那種感覺 然後在嘴巴上很輕 然後再來上四號 然後它們家的恐龍真的還蠻舒服的 然後它們家的恐龍真的還蠻舒服的 它這應該是唇釉 所以它們家唇釉真的還蠻舒服的 然後我們再來上六號 應該比剛剛那個顏色會再淺一點 比較淺 這顏色蠻好看的 雖然它比較淺 可是你可以看它第一個顏色就 第一個顏色就是很螢光 這顏色比較淺可是 是貼膚色的 這顏色我很喜歡 它有一點點的土橘色 那種感覺 擦起來是有氣色 氣質會比較好 因為剛剛那個紅色可能會比較顯眼 你要配一下衣服 這是6號的顏色 它們這樣唇色真的很輕 也不會黏 不會有厚重感跟黏膩感 也是抿一抿抿上去 它旁邊就是會有柔霧的效果 這個我覺得很好看 換 再來最後一個顏色是7號的顏色 但就是比較粉啦 比較粉珊瑚 這顏色比較溫柔一點的感覺 但它就是好像比較韓系的那種 顏色 它有一點點螢光色 所以最後推薦的就是 這個余心草的化妝水 這個我覺得可以買 就是目前用下來 雖然我只有用兩次 但目前的感覺都是好的 就是這個可以買 余心草用起來就是蠻安全的保濕 所以這個還OK 還蠻喜歡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底妝 比亞的底妝 這個我覺得可以買 因為你可以看 我現在的底妝就是上它的底妝 然後它除了很好推 延展度好之外 它的顏色非常的好看 對的底妝顏色非常重要 再來就是它的質地 它擦起來就真的是很像 你剛上完保養品的那種感覺 這個的話我冬天不知道 因為冬天還沒上過 因為剛好這一天非常熱 你看我穿這樣就知道了 單價也不貴 所以我覺得可以買 只是在放著的時候 你要小心一定要 一定要這樣子放 會比較好 還不如買Kate跟Excel的 韓國有很多其他的眼影也很好用 如果你跟我一樣 有被小紅書燒到的話 這兩盤可以不用買 或者是他們家的眼影 我覺得都還好 因為我買了兩種不同質地 所以我都濕過了 我覺得真的還好 所以你可以不用買 你要買他們家的 還不如買他們家的口紅 或者是你買 我有別的韓國眼影 我覺得好用非常多 就是上色度跟顯色度 然後暈染度都好很多 然後前面有示範 就是這一盤 就是直接拿來當腮紅 顏色反而比較漂亮 但這是我眼睛 眼睛有問題的 才去調到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不能上在眼睛上面 就是跑 像Pony Fat的眼影也很好用 那就不用講 因為應該還蠻多人有試過的 然後像這個 Touching Soul 這個應該比較少人知道 但這個我覺得也很好用 就是它還有分大亮片跟小亮片 然後也是霧面色 霧面色的兩個顏色 然後大亮片跟小亮片 這個也很漂亮 隨便拿幾盤都會比那兩盤好看 這樣講會不會有點討厭 這樣講會不會有點誇張 可是我說的是真的 這怎麼唸 Descue嗎 這個 這個也是那種仙女的風格的品牌 然後當初也是買了這一盤 這盤沒有到特別好用 可是那個比這個還要難用 所以大概你斟酌一下 但你還是要買的話 我是不會主持你 就是 我也是那種喜歡冒險的人 因為現在好用的眼影真的太多了 就是 所以我覺得它包裝做成這樣 然後眼影的質地這樣 我覺得會有點可惜 怎麼變評比別的 這個應該叫Alicia 它跟Touch in Soul蠻像的 包裝也蠻像的 它就是這樣 它就是兩個霧面色 然後兩個大亮片 然後Alicia他們家是專門做大亮片的 他們也有那種亮片膠 所以如果你是亮片控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買Alicia的 然後你不喜歡那麼亮片 但是你想要亮片的話 可能還是Touch in Soul的會比較好 然後 然後 這一種 這兩個好像台灣都沒有實體店面 如果你是那種 一定要實體店面才買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PonyFed PonyFed的眼影真的很好用 就是 我覺得算蠻好用的 在韓系的品牌來說的話 那今天的忙買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